陈怡是个文静的女孩子 她从小在小县城长大 几乎没怎么见过外国人 她的父母都是县城的政府职员 陈怡是独生女 从小父母对其精心培养 倾注了他们全部的爱 那年她18岁 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并顺利地考上了武汉一所重点大学 怀着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憧憬 来到大学校园 陈怡从没想过自己的爱情会这样开始 那天她走在校园里 一个黑人过来问路 本性单纯善良的陈怡 耐心指明了方向 黑人很有礼貌地夸她漂亮 并说自己较不利 是美国留学生 然后提出索要手机和微信 善良的陈怡不好意思 拒绝留了联系方式 自此 陈怡每天都会收到黑人布丽 虚寒问暖的短信 处于学习英语的目的 陈怡也乐于与布丽交往 很快布丽表达了对陈怡的爱慕之情 一开始陈怡拒绝了 但布丽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 不断发送求爱短信 并时常到陈怡宿舍送一些小礼物 陈怡慢慢认可了彼此的男女朋友关系 那年的情人节 在布丽的不断要求下 陈怡在留学生宿舍与布丽第一次发生了关系 虽然陈怡每次与布丽约会都选在晚上 尽量躲开中国社会对这种黑黄恋的白眼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导员约谈了陈怡并告诉了她的父亲 父亲知道后 勃然大怒 严令陈怡与黑人分手 闺蜜也劝告她离开黑人 并帮助她用陌生女子身份的默默试探布丽 没想到布丽当即中招提出希望见面 设友还告诉陈怡 布丽来自非洲安哥拉 并不是什么美国黑人 他们学校就没有美国留学生 陈怡决定与布丽分手 没想到陈怡提出分手后 布丽经常去陈怡宿舍楼纠缠 同宿舍女生也不厌其烦 加之与黑人谈恋爱后 陈怡受到了全班男生的耻笑 没有一个男生愿意与她交往 陈怡极端痛苦 有一次布丽又来到陈怡宿舍 苦苦哀求 并承认当初却识骗了陈怡 但自己是因为太爱她不原失去她才出此下策的 并说自己父亲是安哥拉政府的一名部长 家里生意做得很大 在安哥拉有座矿山等等 陈怡心软又和好了 并且骗父母说两人已经分手 虽然两人和好 但从此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 布丽限制陈怡与男生交往 并经常查看陈怡的通信记录 甚至将陈怡手机中除自己以外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 就这样两人吵吵闹闹闹过了大半年 此时布丽已经毕业 靠在一些小学当外教谋生 有一天陈怡发现自己生理期不正常 两个月没来立假了 她很疑惑 自己已经不是大一的小姑娘了 后来每次两人做爱都要求布丽带套的呀 然而经过检查 她怀孕了 陈怡非常害怕 布丽却非常高兴 说 我就想要个混血的孩子 我带你回非洲吧 此时的陈怡惶恐不安 既不敢告诉家人 周围的朋友们 自从布丽闹了几次后 均已跟她形同陌路 布丽说她没钱 犹豫不觉中陈怡的肚子渐渐隆起 最终在又一次布丽的甜言蜜语后 陈怡办理了休学手续 并办理了出国手续 想着生完孩子再回来 陈怡甚至没敢给家里说 就跟着布丽来到了安哥拉 从此 开始了陈怡的悲惨人生 由于怀孕不变 所有的手续都要布丽去办 布丽拿走了陈怡所有的证件和现金 陈怡的手机也无法使用 因为布丽并未给她开通全球漫游 其实即使开通了也没用 他们待的万博士经常就没有信号 更悲惨的是 当地人大多数说当地图语 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 自己会的一点英语几乎就用不上 她只能依靠布丽 令陈怡更没想到的是 布丽家里已经有一个老婆 甚至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布丽的父亲也不是安哥拉的什么部长 只是当地村落的一名普通村民 老婆倒是有好几个 布丽家位于一排低矮的小平方内 当初布丽是依靠她的一个叔叔 贿赂政府官员去的中国 陈怡又哭又闹要求回国 然而过去对她热情的布丽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她毫不理睬陈怡的要求 以找工作为名帖下陈怡扭头而去 已经五个月身孕的陈怡又悔又怕 但语言不通没有任何证件 她只能默默流泪 在饿了一天一夜以后 陈怡不敢再提回国 她还要依靠布丽才能在这活下去 布丽的大老婆很仇视这个中国来的竞争者 但是布丽在时她不敢发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陈怡的独子越来越大 而布丽由于找工作并不顺利 脾气越来越坏 陈怡大着肚子还要和布丽大老婆给一家人做饭 布丽还要被大老婆呵斥则骂 慢慢地陈怡学会了讨好布丽 因为只有这样自己在这个家里才能安全一些 布丽倒也对陈怡肚子里的孩子充满期待 对陈怡的态度明显要好过大老婆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陈怡生产的临近 她已经无法再跟布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在胎儿九个月时 布丽又带回家一个黑女人 原来他们这个地方是允许一夫多妻的 然而此时陈怡已经麻木了 她甚至只能谄媚地讨好新来者 只是为了自己和腹中的胎儿 终于陈怡生下了一个黑女儿 然而 女儿没给她带来丝毫的好运 在女儿六个月时 布丽扔下一家人又去了中国 一个月后 家里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吃的了 陈怡刚刚学会的几句葡萄牙语 几乎难以与两个黑女人正常沟通 他们俩很自然地联合了起来 开始是责骂 后来就开始动手 一天 大黑女人的儿子告诉陈怡 镇上来了一批中国人 陈怡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 当天她就带着女儿 在小黑的带领下摸到中铁集团 安哥拉项目部的工人宿舍 原来中国原件安哥拉的项目 在罗安达施工 派来了一批工人 当工人们看到陈怡时 简直惊呆了 捧头垢面的陈怡面容哭嚎 看上去仿佛有四五十岁 接待陈怡的是中方的 一名河南人叫张震的项目经理 听完陈怡的哭诉 张震惊呆了 当场掏出手机 让陈怡给家里打电话 此时陈怡的父亲 已经在陈怡学校待了一个月了 女儿突然失去联系 学校说 女儿已经办理休学回家了 可家里亲戚问遍了 也没有女儿的信息 父亲只能一次次质问学校 听说陈怡在非洲安哥拉 父亲大吃一惊 等陈怡抽掖着断断续续 说完自己的经历 父亲面如死灰 只会喃喃地说 姨姨你等着我 我去接你 电话都挂掉很久了 当爸的还棱在那 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张震随即让一名工人家属 带陈怡去项目基地洗了澡 并吃了顿饭 考虑到还有孩子 张震派两名工人 先将陈怡送回了家 半个月后 陈怡的父亲来到了罗安达 见面后陈怡跪在地上气不成声 撕心裂肺地大呼 不该不听父母劝告 在中方企业员工的帮助下 父亲将女儿接到了中企筑地 然而陈怡的身份证护照等等 在来安哥拉后 均被布里收走 没有证件 陈怡无法离开 万般无奈 陈怡拨通了布里的电话 电话中布里告诉他 自己已经在中国又成家了 不打算回安哥拉了 陈怡追问自己的证件 布里说他扔掉了 随即挂掉了电话 父亲无奈 在张震的帮助下联系上的中方大使馆 大使馆工作人员随后与安哥拉官方进行了沟通 然而没有证件 布里的其他家人也不愿领养孩子 陈怡仍然无法离开 待了一个月 父亲给陈怡留了三千美元 黯然回到了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